2014年8月30日香港父理主教進目典禮 大家好 7月11日教廷宣布教宗方濟國任命楊明章、李斌生、夏志成三位神父出任香港教區的父理主教 此外湯漢書基續任教區主教三年 香港教區7月14日公布 三位後任父理主教的進目禮定於香港時間8月30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於香港堅島的主教助堂舉行 由湯漢書基主禮 據香港公教部報道 7月11日湯漢書基致辭時感謝教宗為香港教區任命三位父理主教 又感謝楊明章、李斌生、夏志成三位神父接受職務 他說2012年已經去信教廷 請教宗任命三位父理主教分擔教務 本年較早前他亦都去信教宗 提到自己已經戒退休之靈 唐書基又提到副主教的安排 陳志明神父會留任副主教 林明神父就不留任 將度安息年 明年夏天返港後將服任聖神修院神師 他邀請教會上下祈禱 讓教區繼續履行福全與僑良的使命 當日三位後任父理主教作分享 68歲的教區神父楊明章表示 現今社會充滿各樣聲音與挑戰 教會需要為此進言及服務社會 58歲的主業會李斌生神父說 自己想不到會獲教宗任命 他以往主要在團體及堂區服務 如今輔助主教推動教區複存工作 聖質同出一切 他請眾人為他能做好職務而祈禱 55歲的方濟會夏志成神父強調 基督徒特別要在香港社會為主作證 香港社會需要基督徒在信仰生活上 為教區社會人士作證 助理主教和父理主教在神品上皆屬主教 協助教區主教治理教區 助理主教享有繼承權 助理主教是因著教區的牧靈需要而設立 並沒有教區主教的繼承權 本台將與香港天主教教區市政中心 一起在網上直播於香港時間 8月30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 在香港堅島的主教座堂舉行的 三位後任父理主教的聚目禮 公同見證及慶祝歷史時刻 請瀏覽香港天主教教區市政中心 及本台網頁收看直播 請各位為香港教區三位父理主教祈禱 求主在有他們履行目職 團結教友 傳揚福音 主有各位 要將人與人聯繫在一起 直至全人類成為一個整體 要全球的人能夠在一瞬間得到對方的訊息 我們要怎樣將訊息真正的連接到我們的生活 讓我們認清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的方向 2003年 一群青年人開始了一個多媒體的慕名工作 去深入的思考問題 發掘確切的答案 為的是去尋找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信仰 充滿希望的現在與將來 言語光因此而誕生 成人 社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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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站 社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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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 他移動過他的苦惡 去找出人的生活 一個新意義 這就是奇蹟 觸摸石 令他們感受到有些東西 我們需要你對我們這份工作的回應 我們會繼續努力 與你們一起工作 為你們去服務 如果你有些令你生命 變得精彩的故事 歡迎你與我們分享 不分你我成為這慕名工作的一份子 經驗的分享能夠幫助我們超越自己 也都可以帶給每一個人一份真光 和讓大家成為世界的光 Lord Jesus Christ You have called them to be the soul of the earth and light of the world 加入我們的傳媒目攻 成為我們的贊助者 每月圈到signlinetv.org slash guardians 我們需要你的支持 萬分容敬 謝謝 謝謝 大家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